我性格火爆的老婆回家的话 我想浩南可能会受委屈吧 但是他如果要工作到很晚 然后修片到很晚才会 你怎么不说我也会受委屈呢 他独守空房啊 那我是女生啊 对 所以说嘛 那这样我多有理由对他脾气不好或者怎么样 他是先不对再先的 不管什么理由 15号毕竟你们俩可能未必合适 对吧 我是从那个男方的角度来考虑 各位提醒一下你们 问题你们都问了很多了 意见也给了很多了 归根到底 日子是他们两个过的 对不对 我们的意见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 我们又不是人家的妇女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好朋友的角度 给出一些意见 之前的唐伯夫点球箱环节 但是都很开心 娜娜都创下中国电视市场的奇迹了 第一次穿上了女帧 谢谢你们这个开心 这人我们就一次灭灯就好了 好吗 各位 请选择 灭灯理由 不怕小默 因为我觉得他蛮 那个男生蛮飘 哭不定的 因为刚刚小雨不在的时候 古一问他 如果我和小雨我不灭灯 我和小雨你两个里面选哪个 他说不一定 他没有说选小雨 他居然说没有选小雨 而且刚刚他在点秋香的时候 一会儿二号 一会儿四号 一会儿二号 一会儿四号 我怕他 小雨我怕以后你跟他在一起 他又漂浮不定了 怎么办呀 从参加节目的第一期 他就说过 只要有本事让我爱上你 我都会愿意去为你改变 他当时就放下这么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小雨需要的是安全感 但我觉得你给不了小雨这种安全感 因为你总是漂浮不定 你知道我们家小雨 把要一个很确定很确定的男人 告诉他 我要定你了 我就要你 全世界除了什么女生我都不要 我只要跟你结婚 小雨 太了解我了 17号 这样吧 我简单问一句 你觉得你这个感觉找到了吗 找对了吗 你愿意为他死心塌地 有那种感觉吗 那是你第一期上节目的时候说的 我也很清楚的记得 第一期很久之前 对 我这个是一直我对爱情的一个看法 对 有那样的感觉 其实我跟他就是在台上的时候的感觉是很心跳 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全身都很亢奋 但是如果你说死心塌地的感觉 毕竟接触没有多久 你非要我现在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我只能说目前暂时 我还没有想到死心塌地那么远 但是可能就像之前你说的会往好的方向去想 只是说还没有到那一步 没有办法付诸行动 好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作为姐妹或者作为朋友 我都挺支持你俩的 谢谢 然后我希望就是 其实我还是蛮希望你俩在一起的 可是我跟刀一面掉了 没关系 你表达你的意愿就好了 根本不能代表一切 最终 他们能不能在一起 马上进入爱的抉择 之前唐博呼点球箱的环节 你们玩得很高兴 所有人都很高兴 但真的 当面对以后生活最实在的问题的时候 现场很压抑 我感受到 爱的抉择 你们两个人自己决定 但是真的无论什么决定 现场的所有人 支持你 考虑清楚自己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 浩南到底是不是能够让小雨 爱得轰轰烈烈 死心塌地 十秒之后 做出决定 开始 十 九 八 七 接近小雨 接近小雨和浩南 还能否映如既往的甜蜜微笑 广告之后 马上揭晓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就让我留在 灯灰的边缘 等一道光线 看见某年梦月 我们之间曾经说 海南回头的时候 仿佛有一些意外的变 就让卡带走 你意外小雨没有向你 身处装手 对 谁能发现 现在有什么话要跟他讲 有点激动 真的不知道再说到什么好 我想感情的事情是哪个人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感情说到勉强 所以我觉得 我那么是 怎么样选择 只要过了开心幸福就好 谢谢 你在中心的祝福小宇 小宇我符号的号码 遇见你的头巾前小宇 感谢某年某月 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雨夜 就让他在灵灰的边缘 又在灵灰的边缘 小宇你也会忠心地一直祝福好男是吗 是的 我觉得他的性格 找到一个真的会为他改变一切的女生 是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他对这个女生一定会真的百般疼乎 可以给他最好的生活 好的 在这我想所有姐妹也会忠心地祝福你 早日找到那个让你爱的轰轰烈烈烈 死去活来的男人 谢谢小宇 谢谢 谢谢 就像小宇刚才说的那样 他曾经试图努力来制造一个非常非常开心和开会的这样一个ending 感情就是这样 爱或者不爱 它就是五五开的 怎么去把握 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感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一直以来的陪伴 也感谢所有到场的男生女生 感谢唐力琪老师 一直给予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要告诉电视机前的各位 从下周开始 我们不两位向前冲的节目 恢复到每周二晚上要记得收看 同时呢 再次要告诉一下各位 从6月9号晚上10点开始 浙江卫视将会为您重磅奉送TVB的生日大戏 也就是宫星期 男人看他的世界悲剧吧 我们要看宫星期 下周二见 哎呦 光天王地牢 武通怪 跟我比 真的是把我们唱的都想去死了 哇塞 我不喜欢你我感觉 哇 为什么啊 如果一个天我这么胖的女 胖的男孩 用他的真诚用他的心去感动你 你会接受他吗 我又看到帅哥 我好开心啊 你们让给我吧 你摟过别人的腰 你还跟人对视过 你叫我怎么办呀 帅哥应该还是个帅哥 真的假的 可能 今天我身边的男主角 那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他从小去睡 去少父爱母爱 如果在爱情上 多得到点爱的话 能补充一下 我希望你幸福 我的帅哥 谢谢 我认为他们疯了